吃吧 吃吧 这什么 这你不认识啊 煎鸡蛋 傻 这乌气抹黑的又什么 啥乌气抹黑的 酱油 快吃吧 这什么劣质酱油 我妈给我的酱油 是淡淡的黄黄的 不是这种颜色 你吃不吃啊 我不吃 你不是饿了吗 我怕中毒 你就是饿得轻了 俺给你做也是多余的 你个小东西 你要是俺家的孩子 不把你改过来 俺就不姓严 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动有武力 你学什么 你再舍一遍 你舍 你敢打我 我报警 让警察来抓你 心脏病发了 给我血压发了 你这个小东西 你你气死俺了你 俺没法给你带我告你啊 俺让你妈赶紧把你带走 我一天都不能跟你呆 气死了你这孩子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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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你祖宗啊 你可回来了 你赶紧的 你把这小东西给俺带走 一天都不能呆 他太气人了 你赶紧的 这种男的要打我 他欺负我 你敢不让我妈回来吧 不用了 行行别着急别着急了 一根根说 你说啥说呀 这孩子没法带你 太气了 冲冲 你怎么了 把奶奶惹生气了 他又饿死我 还给我吃这个毒鸡蛋 他满嘴胡说他 啥毒鸡蛋呢 你问你这个叔叔 他小时候吃过这么好的鸡蛋吗 冲冲 你是不是饿了 走 叔叔带你出去吃去 嘿 他还有功了 不是 妈妈妈 你别着急 这样 这样 你先坐着饭 我带他一会儿就回来 好 辛苦辛苦辛苦 来 冲冲 来 来 来 姐姐 李总在吗 出去进货了 哦 给孩子那点吃了 好 走 成长 你是不是我今天中午没吃饱了 学校的饭太恶心了 一点也不好吃 我基本都到了 哎 以后你记住啊 就是不好吃你也得咬着牙齿 哦 你说你老这么饿着饿着 会把胃饿坏的 知道吗 菜来了 来了 好嘞 快 赶紧吃 哎 哎 程程 嗯 我跟你说个秘密 你别告诉你奶奶啊 什么秘密 你你放心 我跟他有不好我才不会告诉他 哦 你奶奶除了会炒鸡蛋 别的什么蛋都不会做 你看他今天煎那个蛋 哎呦 哎呦 黑的呀 哎 比这儿还黑 你别说你了 我都不爱吃 真的 啊 我跟你说啊 我爸爸呢去世的早 是你奶奶又阿晨 我跟小米姑姑 长大呢 知道吗 你奶奶这个人的脾气特别不好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而且打得特别疼 那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对你手下流情了吗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你在学校饿了 也知道他今天蛋做得不好 以后咱能不能对奶奶可惜点 你看啊 他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毕竟是他亲自给你做的蛋 是吧 以后有什么呢 咱就好好说 同样一句话 好好说大人就爱听 你要不好好说呢 大人就不高兴 是不是这个脸 你看 我就知道重重懂事 哎对了我问你了 你老师生孩子了 是不是还老师了 嗯 怕初学老师了 好 那天我到学校去一趟 我让老师喜欢你对你好 行不行 嗯 你看多好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对我怎么样 反正我喜欢你 你看你吧 小小年纪就知道心疼妈妈 是吧 对老人好 多好的孩子 打着灯了都找不着 是吧 哎呀妈 等这孩子下回要说吃烤地瓜 咱就给他买吧 咱别说三块钱 咱就是五块钱 咱也买得起 不管他这毛病啊 哎呀妈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您老说这孩子没把你当成自己家人看 那么你把他当成自己家人看了 你换位思考一下啊 假如他是你的亲孙妮 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爱饿吗 是不是啊 孩子真的不容易 你看啊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 匆匆忙忙吃了这么几口 就上学去了 中午学校的伙食又不怎么地 到了下午他肯定饿呀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 好家伙每天放了学回来 饿得跟个王八蛋似的 就跟那个动物园四五点钟 没喂食那狼一样 到处走柳啊 真是这样 小孩他长个身体呀 妈 孩子就是这样 你只要对他好 他加倍地对你好 重重这孩子我太了解了 再说了 你不是还想要个孙子 说 你看 你整男跟他两个掐架 我跟杨天真怎么生 妈 就算是为了我 你能不能改变改变 对他的态度 我求求你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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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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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解完了 解完了 嗯 哎呀 终于解完了 怎么了 来来来 尝尝这回做的鸡蛋看看 和你妈做的 是不是有味儿 谢谢 吃吧 比我们还差一点 行行行 下回再做 你再尝尝 不会跟老婆做的差不多 行 快吃吧 你妈妈快回来 赶紧做饭 别烫了啊 奶奶 你能帮忙吗 你能干啥呀 你想害人 来来吧 奶奶 奶奶 你吃了奶奶 煎鸡蛋 没有我妈的好吃 可是你做的菜 比我妈好多了 真的 那奶奶做饭 你一定得多吃点 好 好孩子 对 菜一根根洗 洗干净了 就放这盘里 真乖 来吧 好 surprises 吃吧 天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